赌王葬礼现场,前女婿许静亨来调宴 郭金金和霍家叔侄撒其现身 社灵第一日经接待亲友 第二日众多商政各界知名人士将会前来悼念 而顶级的奢华葬礼也将会搭配顶配的悼念人员 前女婿许静亨这次也特意前来调宴 西装革履打扮很正式 不过妻子李嘉欣却没有跟随一起现身 当年的许静亨也是帅小虎 现在看起来就特别有种烂泥虎不上墙的气质了 当年与何超雄的婚姻算是政治联姻 最终已离婚收场 许静亨把大美人李嘉欣娶回家 而何超雄却一直未婚 杨寿成也特意带着儿子杨正龙一起现身调宴 当年杨家和何鸿燊还差点成了亲家 何超雄与花花公子英皇长子杨其龙的恋爱 曾被何鸿燊棒打鸳鸯 如今能还是放下当年 特意来送赌王最后一程 当然这也得意于赌王家的家大业大 以及儿女们都争取 何家父叔侄撒谎正欢 何其刚以及何启山和何其刚老婆郭晶晶一起现身调宴 看得出来何家对这个事情也是非常重视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follow